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欢迎再次收看我的频道 那好了 镜头前面这一只 是一只SEICO的 五仔盾牌 昨天我就介绍过这一只 很受欢迎 昨天还有个年轻人 夜妈妈来拿标送给老爸 做父亲节礼物 猪仔昨天白色已经卖光了 今天猪仔 翻了一只蓝色面 放射性纹 配了一个橙色秒针 很硬成 都是小M数 爸爸级都是喜欢小M数 这个标是30 其实它的标准是36M 但我计算出来 35.8M 这个标是一只 旧装精工的自动 全自动的机械机芯 21石的 你看到它 看看时分针加上黑度 有没有夜光 秒针就没有夜光 因为它用了一只橙色的秒针 很铁 有时觉得 旧装精工 有些大胆的配色设计 也挺好的 夜光也很清晰 你看到 但是index的造工 其实旧装 为何猪仔喜欢玩旧装 就是这个原因 旧装做了一些新的标 不知道 旧装就不代表旧标 猪仔没有卖二手标 旧装是New old stock 是新标 全新标 你看到黑度 做了立体字钉 这个立体字钉黑度 做了光身 凸起的就不是做私印的 很多时 平价精工 或者有些平价手标 都做私印的黑度 这个旧装的精工 虽然不是贵价标 但是它也做了字钉 立体感强很多 成本都不同 你看到 SEICO的字样 都是做了立体字钉 五仔五个盾牌 都是做了立体字钉 就不是做私印的 很多时现在的logo 谁是私印的 六点位置自动 寫着21J 这个就是私印的 很多时 平价的手标 都做私印 完全没有了味道 我自己觉得 那些字钉 招牌 都是做字钉 英俊 星期日力枪 是白盘黑字 星期六 转了粉蓝色 在三点位置 好了 这个标 就用7S26机芯 7S26机芯 舊点标迷就知道了 新标迷 说一说 21,600的震频 40小时的动力储能 这个标没有停秒功能 7S机没有停秒功能 还有 六点位置 写着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手标 Made in Japan 还有你看到 一个蓝色放射性纹的标盘 除了蓝色放射性纹之外 它还有一个内影边框 是斜斜地一级的 这个造工都挺精致的 好了 那标观位置 就是摆在这个四点位置 配搭了这个 银色的不受钢外壳 而这个矿物的水晶玻璃标面 表面玻璃位置 都做了银色光深的标圈 你看到蓝色的放射性纹 就很特别的 在光的不同折射下 它都呈现了深淡 深淡淡的颜色 我自己觉得 这个就是比较美的做法 始终都是它做了一个 不同的蓝色 有了放射性纹的时候 好了 那标脚位置 你看这个耳蓋位和标脚位置 这个都做了一体化标带 它这个耳蓋不是耳蓋 它是连着标壳的 这个位置中间的部分 做了拉丝的花纹 延伸到旁边部分 都做了光深的 拋光处理 左右两边都有分别 每边有两个标孔 有个孔 有两个孔 方便你自己换标带 这个一体化标带 戴上去就比较贴手一些 一条钢片带 厚身一些的钢片带 做了一面 做了拉丝花纹 中间做了一行炮光 你看到这条钢片带 也是 好了 看看标扣 标扣 做了一个摺碟式的保险标扣 打开了之后 做了一个 拉丝花纹 写了SEICO 五仔 写了Japan 打开了做了银色的薄桥 看看标底 标底是一个螺旋式陷入的底盖 最重要的三个字 朱仔经常说 Made in Japan Made in Japan 日本製作的手指甲 7S26C的机芯 21石 一个透视的底盖 有个胶膜 朱仔未撕 不是花了 有个正腐直 还有拉丝花纹 好 看看正面 正面 小标径 很多标迷都喜欢小标径 boy size 我们叫它 39 40 也认为大 这一只就适合你了 我计算一下 它标准是36 计算出来是35.7 厚度 10.5mm 它的标准是11 那好了 它的标准是42.3 左右 好了 这只标戴上什么感觉 戴上朱仔 14.8cm的手腕 蓝色的标盘 挺漂亮的 这只标 橙色的秒针 那朱仔推介 这只旧装精工盾牌 旧Logo 多少钱呢 对了 和昨天一样的 白色的 推介 父亲节优惠 868元 最后充斥 如果谁还未买父亲节礼物 还未送礼物给自己 或者868元 一个超值价 一个小的 舊装精工 五仔Logo 好 那你喜欢这只标的标迷呢 开了 那你喜欢这只标的标迷呢 就可以在手标的概括内容下方 那里有朱仔WhatsApp电话 WhatsApp给朱仔也可以 打给朱仔也可以 对了 那不要犹疑了 因为M.I.J.的 Made in Japan 旧装精工五仔 全新标真的好少了 现在 还要是按底换 几够水 800多元 那你喜欢这只标的 就尽快在手标的概括内容下方 找朱仔 WhatsApp朱仔也可以 打给朱仔也可以 朱仔有四个现货 有四个现货的 那好了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like 赞一下朱仔 朱仔很努力的介绍不同类型的手标给你们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如何 按下小小订阅 下次再有新标出的时候 第一时间去通知你 记得赞好朱仔 朱仔需要你们的支持 我会更加有动力 去拍更多好片给大家 好 那我们下集见 多谢支持 拜拜